星期三 大家好 阿仰 你好 好久沒見了 先解釋一下我們為何又有 我想問我們是否在FORUM上 FACEBOOK LIVE 在FORUM上 我見不到 我見不到 我見到了 你見到了 為什麼你見到我見不到 你的FORUM是否在FORUM上 FORUM 要不懂用我那個 蛤 有四個人在看 真的 有沒有聽眾見到我呢 還是你在決戰中環做LIFE 在FORUM上 但我FORUM上如何Refresh都見不到 有人在LINE 13個人在看 3個小時 這麼多人聊 有些人在說 這個WIFE 痴啦 不是啊 還是見到生童感受 是啊 我也見不到 為什麼你又不見 五十多分鐘已經 五十多分鐘 20個人在看燈 是啊 真的 我也見不到 但我真的見不到 我也見不到 不是這樣 哎呀 怎麼了 聽眾不好意思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你在不在 你明白嗎 現在是一個靈體experience 一個靈體experience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 到底我們是否真的在做節目 那個節目是否正在出街 啊 蛤 22個人在看 22個人在看 喂 落出冥界 現在 但我都好像看不到 見到導遊 Facebook有 是 但是為什麼我見不到 救命 FORUM 現正直播 是 是 是 我 refresh 都還是 Monday 3點 04分 死肥仔 post的生童感受 重溫 聽眾 聽眾啊 是不是真的我們在這裡 出街了 OK You can see me OK 那要說 我分享不到 那誰幫我分享呢 我都分享不到 我都看不到 白武達三國洲的experience 又來的 真是 救命 好像入了西貢那個 那個結界 是啊 西貢結界 明明我行山 林梓見到去過西貢 是 他可能因為這樣 那麼大 那麼大 我們就 開頭 三分鐘 說一下為什麼最近是三缺一 好嗎 好啊 對不起 是三缺 不是三缺一 是二缺一 二缺一 原本是三個的 本來是三個的 就變成二缺一 為什麼呢 今天的二缺一 就因為 蕭公 做什麼呢 去了義紅院 發財 是不是發財啊 好像是 他經常說自己金融肥貓 那麼缺席的時候 貓當然是 有魚的地方 你這樣說是不對 這樣會令聽眾覺得蕭公子是 是 見利忘義 那不是的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這樣想 那不是的 每一個人都要賺食 香港 香港很難賺食 對呀 賺食很艱難的 大家知道 這麼晚都還繼續在賺食 對呀 他說我現在趕緊一份東西 明天早就要簽的 大家關心一下蕭公子 那最近我又去了哪裏呢 我剩下一個半節目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正在讀書 那你們就說 車讀書 我當然讀書 我也要上野學 但是呢 很老實說 我是輕敵的 我報的時候 就沒想過這麼痛苦的 我現在呢 是要每天 花四至八個小時讀書 這樣就會很有趣的 由禮拜三四十四個小時 到禮拜五六 就變了六個小時 禮拜日禮拜一 就變了八個小時 甚至十二十六個小時 都有 那我今天呢 就終於交了功課 那我的功課呢 就講什麼呢 就講這個 中國的岩政村 和鄧小平當日的 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跟著這個 那時候的農業改革 大躍進有關的 那終於吐了這份功課出來 終於 所以今天我就可以出現 想著今晚會一會燒公寺 這麼久沒見 怎麼知道 他就不出現 不要緊 做完功課 應該都充了不少了 今晚可以講更加多 但是今晚呢 我們講的 又不是講岩政村 我們要講的 最近就是香港的病態 香港現在這個 怎麼講呢 這個城市是不是病 好像真的癌症一樣 是的 好像真的癌症一樣 是不是有了一個叫做不信任病 可以這樣講 例如這個 最近大家都很關心的 林子健事件 很樸索迷離 就是無緣無故突然間 好像疑似被人綁架 然後還在他的大腿那裡 塗了十字架 總共釘了二十一口的釘書釘 你看到的那些釘在人肉裡面 其實都很觸目驚心 但是很快 他就突然間 由一個虎主變成被告 就說浪費警力等等 就立刻極速地被拘捕了 是 最新消息就說明天會缺席提堂 因為最新消息就是什麼 香港政府 即警方 律政司 to be precise 正式落案 那罪名是什麼 浪費警力 浪費警力 和構成公眾動安 好像這樣的罪名 聽眾你們還不在這裡 給我一些反應 讓我知道你們在這裡 要不然我就去說 飲飲食食 真是全面膜 讓我知道你們在這裡好不好 那 就 呂王出關 剛才查看電話 不要不走 OK 豬肉價格急升 你意思是砌生豬肉 他誤報警務人員罪 為什麼會缺席聆訊呢 因為他在調查期間 就報稱是身體不適 所以明天會暫時缺席聆訊 但這個也不是最關鍵 最關鍵是 為什麼他這麼離奇 他又好像語言不詳 到底他在發生什麼事 現在就真的完全不知道 有一群親藍絲的那邊 就說活該死 這些是沙安伯做 砌生豬肉 砌政府生豬肉 砌生豬肉 做戲也好戲一點 這些不是做戲 你有什麼戲可以 要釘二十日口 釘到自己的腳上 釘一口你也要命 還要自己釘 會不會是苦肉計 我們節目有兩把聲音 如果不是就被人說 太黃或者太藍都不行 你知道我沒有做一陣子節目 只是讀書 又被人說我收維穩費 然後蕭公子明明在金融界 立足幾十年 就說人家有什麼紅色背景 紅色資金 所以我們用我們的行動 這位我們的羊羊 就是相信林子健 真的是一個苦主 我就提出一個反面的問題 儘量持平公正 好嗎 我們繼續說 我不是說他一定是苦主 現在不知道他的真相是怎樣 但肯定他受了不少苦 因為他的腳上的釘 無論是他自己拿來苦 因為別人比他苦也好 肯定都是受很多苦 問題是 我當他真的自己拿來苦 真是搞苦肉計 動機是在哪裏 你說 如果有利益在那裏 那他收到什麼利益 要令他這樣做呢 假設如果他是沒有利益的 他會不會受到某一些壓力 例如一些恐嚇 令到他連說也不敢說呢 這些是更加令人擔心的 但最令人擔心的是 他語言不詳完全 好像不太敢說出來的 到底背後是有什麼呢 大家都覺得很大陰謀 又很鬼 藍絲那邊 都覺得這些是民主黨 是否另一邊的強力部門搞出來的陰謀 結果陰謀言滿天飛 整個香港是一大塊陰魂的烏魂 如果大家有印象 十年那套電影 拿了最佳電影 那套十年裡有一句話 在現在的情況上 是很套用到的 就是說這十年裡 社會家少了信任 就多了陰謀論 這件事情 的確在我們今時今日的生活裡見到 你看一下 同樣都是傳說中的 據稱是強力部門跨境執法事件 但你看到在這個 里波銅鑼灣書店 那時候大家是沒有這麼大的懷疑 不會認為這件事不是強力部門 根本就是自編自導自演 但你現在只要上Facebook 任何一件關於林子健 這個事件的新聞 你都會看到兩邊很對立的聲音 就是說活該 演技做好些 又說你跟車太貼了 民主黨很多黨友 沒錯 那到底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現在我覺得 重點是在於 如果政府 律政司 真是落案起訴他 那就是代表一件事 就是他手樓上 有確切的證據 證明那天 林子健的確沒有被帶走 如果他不能夠 提出這個證據的話 他是會敗訴的 那就是說他一定要有充足的證據 他才能夠落到案的 OK 好了 問題是 就是肥仔突然間 唐邊學 又出聲 就說未必的 逼他招供 好了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說我要拼一個罪犯 一個人 下去那件案裏 我必須要什麼呢 人證物證 就是說他在那個地方 漏了一條頭髮 有刀口水 甚至有他的血液樣本 OK 在那個地方 但是問題是 你會不會在這個 柏蘭街 還有不知道什麼街 那裡 會有他的血液 或者他的口水 或者他的頭髮樣本 有的也很難找到 第一 他走過脫了一條頭髮 你怎麼知道 那條是他脫的頭髮呢 在那條街上 在柏蘭街 柏蘭街 對 柏蘭街可能有很多毛髮 我們可以用這個 粗淺的幻想 但是 是不是真的 我能夠認識到 那條頭髮 就是林子健的頭髮 在那條街上走過 而那個時間 我看到 就是在 五點多鐘 據稱他四點多 被人帶走 是不是只有五點多鐘 出現那條頭髮呢 問題是 你沒有辦法用這個方法 就是最有效的 地球上沒有人 會跟你有同一樣的DNA 去證明 他在那個時間段 那個time frame 在那裡出現 去推翻他所有工廠 你沒有辦法這樣去確立 OK 不同你說一個murder scene 一個murder scene 就是一個空案現場 一個空案現場 就是 有人去發現了 屍體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 叫做冰封期 就是那個案情 發生了之後 就是那個空站 發生了之後 直到發現屍體 中間那段時間 是真空的 OK 你可以看那個 屍體上面的 微生物 OK 蟲 透過這些去判斷 死亡時間 屍斑 遇事等等 問題是 是一個正在動的人 在一個繁忙街 那我怎樣能夠推翻他 這個在政府 律政司 搜證方面 是有困難的 我想問 是不是還在動的 是正在動的 OK 可以 大家明不明白我想說什麼 就是說 你在律政司角度 他要守正而過 不過證據能夠 compelling 就是有效 令人信服 是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是很難做到 OK 好了 他likely 會用什麼證據呢 他likely 會用這個 手提電話 傳訊 OK 就是cell phone tower 那你的電話 為什麼會打得通呢 就是因為有很多的發射塔 發射塔 和發射塔之間 有一個叫三角並位的方法 OK 就是說ABC三角塔 互相 大家傳訊息給大家 而林子健 就在其中 這個三角形當中 去identify 到他在哪裡 OK 還有配合什麼呢 八達通 八達通 他到底去到哪裡 seven do job 上個小巴 do job 這些都可以identify 到 最後就是信用卡消費紀錄 OK 當然如果你說 林子健喜歡用微信錢包 Ali Pay 上集都有說 微信錢包 支付寶 這些都能夠確立到他的位置 不過 現在呢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呢 就是說 林子健說他脫了衣服 給人 脫了所有衣服 四年多被人捉了的時候 脫了所有衣服 那是不是就是說 我可以找到一個人 體型和他相近的 體型和身高都接近的人 穿了那套衣服 照樣去到西貢 dood個八達通 dood個小巴 用住他的電話 那是不是足以成為一個有效的證據 證明他就是他本人 並沒有被擄獲呢 那要看看他到底 這個本身這個人 我不管他受害者是什麼 總之是 當事人 他怎樣說 現在看來呢 聽來呢 消息出來也很樸縮迷來 是 後悔沒有聽媽媽說 不要去報警 然後又說 扣留調查期間 保持沉默 是 那時候出來就說 我只是一個懦夫 我想出國讀書 希望這件事快點了結 他不是說 希望還他公道 希望快點找到 綁他 打他的人 希望這件事快點了結 是 講到 講到 他自己本人 代公眾說出來的東西 是令人更加是心寒的 就是 你感覺到 是有些東西 他不太敢說 但是我們又沒有證據 證明到 他是有些東西 不敢說 是 那又 不像是說謊話 但又像是說謊話 但跟他的眼神 語氣來看 你又感覺到 好像是很不自然 結果 真的是 滿天星斗 變得去到一個地步 這件事 剛才我們說到信任問題 首先 短期內最受打擊 除了他本人之外 就是民主黨那邊的他的黨友 民主黨也都能夠 在這件事上 如果被藍絲 或者不同政見的人眼中 就不是你單單一個民主黨 整個法民陣營 整個法民陣營 所有的黃絲 根本現在證據各作 你們這些黃絲還在那裡死撐 所以今天我在我自己的Facebook上面 我就是一個無關政治立場事 是你用什麼方法去確立證據 證明他的而且確 不在現場 或者他偽造證供 這個才是大家要關心什麼 但是我剛才已經顯示了 其實是很難 律政司很難能夠證明到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我有看過一些案子 外國的案子就是 例如太太失蹤 而那個先生哭了很不開心 然後你知道如果在查的過程 他會由他的immediate circle開始查 先生、子女、同事、周邊的人 一邊擴大個圈 六度我們叫做六度 以前是豬九族 現在是六個層次 家人、朋友、同事 六個層次去trace 你發覺很多時候 原來越親近的人的嫌疑越大 譬如找到屍體的嫌疑越大 先生配偶 太太嫌疑越大 而我記得有些例子就是 他斷政的方法 居然就是因為 找到他的電話紀錄 證明他在哪裡用電話 這是全部他需要 但美國那邊 他又不會傳出一個問題 網民就會說 有人把他的電話拿走也可以 但現在就是這樣 在香港 人們就說 強力報門 脫掉他的衣服 用一個替身穿他的衣服 拿著他的電話 和百達通 和信用卡就可以了 你看到真正背後的不信任 是源自於什麼呢 不是源自於林子健 或是源自於證據不足 是源自於大家對這個政權 沒錯 他的手段 的黑暗 卑劣 個人意見 和前科 例如銅鑼灣書店 所以大家要去Discredit 或者Discount 林子健 是會多人幫他 因為為什麼 就是剛才說 守正困難不只 問題是 所有強力部門的前科 歷史背景 令你很難相信 他真是清白 沒錯 剛剛點出了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根源在哪裡 我們之前有節目說過 社會見到的有些東西 很多是病徵 學校的混亂等等 真正的根源 是在當權那裡 絕對是 你不斷製造一些疑神疑鬼的東西 做一些很骯髒的東西 整個社會 籠罩在一個不信任的氣氛底下 出現的一些 好像林子健事件 這類這樣 樸索迷你的東西 會越來越奇怪 而且我相信 從銅鑼灣書店 到現在 除了越來越奇怪 還會越來越多 變成了整個社會 陷入一種互不信任的危機 好像現在這樣 最初一開始 民主黨和其他泛民 完全站在林子健那邊 一下子 連 除了民主黨 他們的誠信 受到一些 想法很表面的人 那個質疑之外 因為他們的泛民陣營 甚至有些人開始有個動搖 好了 本身 泛民陣營已經是 不可以站穩 這件事 可以反映到 好了 泛民陣營 亦可能會失去了 進一步失去了 一些 對這件事 不知道怎樣 不知道抓什麼立場 亦都可以說 中間派 或者是 偏向泛民那些人的 進一步信任 在未來的選舉 有可能這群人投了去見證 亦都可能直接不來投票 總之泛民是會流失選票的 是 另一件長遠更嚴重的 就是 當這個社會 有人受害的時候 第一件事 是懷疑 即刻 不只是懷疑 那麼簡單 譴責受害人 本身我們的社會 香港有個社會 近來的風化案 一出的時候 都已經出現這個程度 是 女生穿得少 為什麼穿那麼少 為什麼 女生不檢點 為什麼她要晚上 這麼晚出去跑步 為什麼穿得那麼少 為什麼自己一個人 晚上出去走 你要明白 不是每個女生 像我這麼硬正的 如果你問我 為什麼要這麼晚出去跑步 我說吹嗎 不行啊 犯法 但是如果那個人是一個受害人 而他不是像我這麼硬正的話 那是很不公道的 為什麼不可以去跑步 這件事我們節目裡面 不只一次說過 不是那個受害人的問題 而是那個施虐者 他覺得自己可以這樣做 也覺得自己在那個情況這樣做 他不會受到任何效果 現在就是這樣 不單止他們不會承受什麼效果等等 還可能一下子就受到避害的人 是會受到不斷的攻擊 好了 那以後如果再有人受到這些 樸索迷離的傷害的時候 他會孤立的 他完全孤立 除了比較正義的人 可能是硬正 繼續不顧一切代價 站在他那邊之外 就算有人願意這樣做 他也幫不了他 更加多的人 是不知道應不應該幫他 因為我不敢肯定到底 你是否鬼 好 也會更加多的人 出來指責他 你當然有問題 你當然自道自然 你背後收了什麼錢 你背後有什麼利益出來做這些事情 以前沒有這件事 現在突然間這件林子健事件 又多了很多這些事情 我不是說我相信林子健 或者我不相信他 這個節目絕對不是這樣說 我是要由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當然我不是律師 我不是專業人士 但是由於我對這些事情的興趣 我知道他的搜證工作 是相當之困難 去令到他能夠確立到 我說的律政事 確立到那個case 因為如果你的法庭 依然是三權分立 而這個司法是凌駕於 所有事情的話 是能夠獨立公平公正 即是盲著不看任何你的錢 背景政權去判斷的時候 法官的確是要看得很清晰 我怎樣能夠確立他真的說謊 這件事是很難的 但是他說林子健本人 是不是如陰謀論所說 他其實做這件事 是有背負著很大的政治任務 由於他當年親自承認 他是背負著司徒華的委託 在黨裏做臥底工作 當時民主黨裏面有內徵 由於這個老派和所有的新派 想了解對方深入敵陣 去明白對方其實有什麼部署和計劃 進一步的統戰 所謂的現在泛民那邊 新民主同盟都不會站在林子健那邊 因為他覺得當年林子健是一個無間道 新民主同盟後來這件事 就從民主黨分裂出來 你會聽到林子健自己在那次訪問 是去年 他是2016年做一個訪問 他說回2006年的事 他就說他在民主黨裏面這麼多年 都屈屈不得知 他說他是深受委屈的 意思是這樣 就說因為他背負著這個使命 司徒華的委託 深入敵陣 即是黨內的新派陣營裏面 去了解別人的想法 定時回報 即是無間道 簡單來說 但是居然在這件事被揭穿之後 即是他的臥底身份被揭穿出來的時候 居然舊派自己的人 自己團隊的人 不支持他 亦都不感受他 好像被人出賣那樣 而新派的人 當然說無間道 我還不當你是鬼 打斷你的腳 勾了你的腳筋出來 就算是這樣 所以他就覺得左右不是人 在自己的黨 但是他是創黨成員 那是不是 要陰謀論 大家喜歡陰謀論 是不是就由於他這麼多年的積壓 所以在一些特別的條件 許可之下 例如有利誘 能夠幫他出了這口惡氣 而他會配合做這個政治工作 我們要考慮 我們不能夠一來就說是 或者不是 這件事為什麼難呢 就是在於 你正反兩方 都很難 能夠有一個很 compelling的case 很能夠令人信服的 不論是律政司當局 或者是我們這一邊 如果要相信林子健是被陷害的話 你說剛剛說的陰謀論等等 你說的06年民主黨的分裂 內憎這件事 其實也是源於一個陰謀而起 大家看看司徒華的回憶錄 他本身是很了解共產黨的做事手法 尤其是滲透的那件事 他那個反滲透能力 在香港的民主派裏面 無出其有的司徒華 當時他在06年司徒華 就認為 那個少壯派出來搞事 他覺得是搞事 可能是有親共的人滲透了進來 才找林子健做一個無間道 一切也是源於一個對恐共的陰謀論 而這件事真的十年 你剛剛說十年 十年之後發酵去到一個更加極端的環境 所以我說 那個陰謀論 那個最有權力的一些組織 當權的製造一些陰謀的氣氛 但互不信任的氣氛 去到一個極致的時候 是徹底撕裂社會 令到很多人很恐慌 這個是最得人驚的地方 不是一個林子健的問題 不是說罵完林子健 或者你抓他去坐牢就算了 也不是說我們信不信林子健的問題 而是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互不信任 而你想想其實這件事 如果是證明到林子健造假的話 其實他是一石塑料 一個料仔是幫強力部門漂白 即是消毒 即是說你們山安白做冤枉我 根本就沒有強力部門 根本有都好他都不會跨境執法 根本他不會為了你一件求醫 這麼簡單 而需要大動他的這個 大動江哥 但如果你多了人這樣想 他以後做就更加順暢 有理得你是強力部門 還是不是強力部門 只要他胸口掛著牌 可能是A for強力部門 都可以為所欲為 即是以後如果有些黑社會 他們就走來做事 去扮強力部門 到時你去報警說是強力部門 或者你去見傳媒說是強力部門 都沒有人相信 現在正在做 這個才是可怕的地方 現在正在做 打過電話說 我是內地的什麼什麼公安 什麼什麼海關 這樣就可以哄了幾十萬 這樣已經正在做 問題是未來會不會有更加進化的做事方式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其實現在最可怕的地方是 你無論怎樣拿不同的證據出來 都沒有用 我解釋為什麼沒有用 即使 我用回我剛才自己的例子 就是說 林子健說他四點計被擄走 而居然不知為什麼 確立到五點多 的確在一個走過的地方 找到他的頭髮 他吐過一個痰 或者喝過一罐可樂 擺下了 因為有口水 證明到他五點多 還在那個地方出現也好 今時今日的社會不信任 只會令到你去說 根本那個證據 根本DNA證據 都是插裝假和 明白我的意思嗎 會不會是 他吐了一口口水 然後被他的同黨 在五點多的時候 丟在那個位置 沒錯 根本那罐可樂 就不在那裡喝的 是他早幾天 喝完之後 你們撿了他的罐 五點多的時候 放在那裡 就說是他剛剛扔下 所以 那個不信任 是來自於恐懼 一個恐懼就是 你覺得現在的司法 是沒有辦法保障你 現在的執法部門 是有偏頗 就是說 你會認為 插裝假和是因為 你不信一個警察 你覺得 經過這個七警事件 經過這個佔領運動之後 你不再信任他了 你不信他 社會矛盾這麼大 他為了達到他的目的 有多奇怪呢 那他插裝假和 第二就是 在一個執法部門的角度 我就算找到 多少證據出來 證明他真的造假也好 你們都不相信我的 現在難就難在這裡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 你想一下 真正受害的 只有香港市民 因為如果有一天 你去報案 你是受害者 你是受害者 記住 而律政司 真的去起訴 私藥那方 我不管你是被騙錢也好 或者你是大家例事 是一個性侵事件的受害者也好 到時候 那些人都可以不信 律政司找到一個證據 但是你是受害者 你明白嗎 所以你想一下這件事 說到最後 只有哪一個是得益者 只有政權是得益者 沒錯 當一個社會 越來越互不信任的時候 你的民氣不能夠團結 越不能夠團結 它更加容易逐個控制 逐個擊破 你們看一些很簡單的辦公室 政治就是這樣 那些老闆 令到不同部門的人 互相猜忌 互相逗來逗去 那它在上面 便容易控制 容易玩你們這幫人 就算它用更加苛刻的行政制度 去遭到你們這幫伙企 你們都沒有得益 要是你們互不信任 互相不團結 這個大家打工的 很明白的 在香港 那你想一下 現在在香港 玩政治最厲害的是誰 一個政黨是鬥爭了 接近一百年的 聲風血雨的 玩這些東西是爐火純青的 所以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它 一動手的時候 有很多手法 是我們以前香港人 見都沒見過 想像都沒想過 香港人 得罪點說一句 如果 突然過來 香港人 如果你是很單純的 你看一個劇集 就是有好人 和有壞人 然後有中和奸 議員對立的話 現在這個社會氣氛 你是會崩潰的 我們不是粵語唱片時代 不是姜中平、社堅 走出來 你就知道誰是壞人 不是胡峰、謝言 走出來就知道誰是好人 現在你是 車公的零遷 何謂邪鬼何謂人 人鬼如何兩不分 兩不分 現在好像 不是人鬼如何兩不分 全世界都像鬼一樣 這裡又好鬼 這件事又好鬼 哇 可以怎樣分呢 真的人鬼如何兩不分 是不是 有時候都很可憐 在香港 日夜夜夜 然後 原來 你面對一個 感激鄉的社會 到底 在香港 是為了什麼呢 可以完全不知道 是為了什麼 你給那麼多錢 稅 是吧 給政府 給警察 去保護大家 生命財產的安全 到最後 原來最不能夠信任的 竟然就是我們 給錢 給那麼多稅 去養的 強力部門 所以這幾天 在身邊的人 對這件事 比較關心的人 那種 那種激憤 和傷心 是真是很難應用 其實剛剛有個聽眾說得對的 就是說 現在的泛民 都已經五勞失傷了 第一 被人DQ了幾個 議席就已經少了幾個 喂 是關鍵來的 大佬 關鍵少數 然後呢 現在還要加多一次這樣的事件 其實是一個最有力的人格謀殺 而人格謀殺 其實在香港 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的了 如果有聽開我的節目都知道 在這個特首選舉的時候 怎樣人格謀殺 這個特首候選人呢 都已經是很清晰的了 問題是 到底你作為香港市民 你是不是應該助長這個歪風 這個才是關鍵 因為我剛才都說 如果你去全面否定 所有的證據 就算所有的 in your face 的證據 你記住 你永遠不知你自己站在哪邊 你可能有一天 你成為了林志健 都不奇怪 又或者說 你成為了被告人 或者提訴人 都可能的 所以就說 到底在這件事上面 我們怎樣站呢 就是你是不是要一窩蜂 相信 一來 一來就相信 誰是中 誰是間 我覺得你沒有辦法 在現在這個階段 立刻去結論 事實如何呢 就是由證據去確立 而證據在未展示出來 給我們看之前 我們是不可以 亦都不應該 jump into the conclusion 如果你 jump into the conclusion 只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第一 太闖雪 第二就是 你不自覺地跌入了陷阱裡 你相信了 到時被人證明到 其實他真是演戲 你從此就會對 你明白嗎 自己以後 夠不夠膽再去相信人 因為你所謂的拆了 你明白嗎 包括現在的政黨 喂 當然是支持黨友 這個人之常情 但是以後再有這樣的事件 他們還夠不夠膽 開記招 這麼高調走出來 他公告這件事 又未必夠膽 所以其實是一石塑料 還有一件 更加不夠膽去做事 不夠膽去揭發社會的不公 例如一個記者 他不夠膽去揭發這些事 一個政治人物 他不夠膽去對抗 一些社會上有勢力的 因為分分鐘 即使你不是說 因為受到強力部門 令到你惹官非 即使你定了你沒有罪 你在調查的過程中 你已經被徹底人格謀殺 你是很難在社會上立足 所以這個是比起判罪 可能更加得人害怕的 我覺得 如果再沿著陰謀論的角度去想 再看下去 我們永遠都是用這個最簡單的方法 最一致那麼淺的就是 誰是得益者 剛才一早已經說了 這件事發生 不論你是證明到林子健是造假 還是他沒有造假 過程已經有人即時得益了 就是政權 沒錯 因為他能夠 feed on 你的恐懼 他能夠 feed on 你的不信任 但是再看下去 後續眾有沒有人得益 例如有什麼證據 是可以看到的 舉例 如果你發覺 關掉這部冷氣 不要開這部冷氣 不行 我坐在這個位置會凍死 如果之後看到 咦 林子健的戶口 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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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妨礙我的節目 乖 如果之後 你看到林子健的戶口 突然之間 多了一筆的數目 這一個 是對他不利的證據 不可以直接證明到 他是配合做這場戲的片集 不可以這樣說 但是會對他不利的 如果他之後 突然之間 在沒有特別的 解釋到的情況之下 移民到另一個國家 這個也是對他不利的 因為你可以想像到 在這件事之後 他的仕途 他的政治前途 是會有相當大的打擊 甚至在香港社會 他都難立足 是的 那是不是 如果議一謀論 就是他收了一部分的費用 或者收到一部分的賠償 利用他多年來的職員 加上可觀的報酬 做一次這樣一石塑料的行為 那你就要看他的後續 他的後續 如果的確是有很好的前途 說搬到美國 然後住大屋 或者甚至是升官在香港 那這個就會反映回 這件事 到底是 像是哪一個模式 多一些 總之 有時候 現在我聽上網 看很多 平時有評論的 很多都只是 放了一個黑框 大家都不知道 即是不知道怎麼說 不過呢 好過一來就說一定是怎樣 不要 真的不要這麼快做結論 因為現在 香港有一個情況 就是不管你是什麼政治立場 首先他是立場先行 然後大家都不是尊重事實 不尊重證據 而是用情緒去支持自己的立場 這件事是在建制那邊先來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道理說不贏 就先用情緒和支持自己的立場 然後一些非建制的本來說道理 最後也逼得沒有辦法說道理 結果大家都是以情緒先行 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但是 如果要保持理性的 大家千萬不要情緒先行 另外 有一件事都很唏噓 就是我們看看歷史 以前你說最大的特役者是蘇共 史太林大縮反的時候 很多當年跟列年出來打江山的元老 布里什維克裡面那些 不是一些普通人 都是一些理論上 即是他們的理論水平 革命水平 政治水平都很高 當被史太林抵上法庭的時候 很清醒 不像有藥物 不像有醉酒 不像有酷刑的情況下 所以史太林公認了當權 即是法庭指控的 即是史太林指控他 認了所有的罪 而最大的得益是誰呢 史太林 變成造神運動 變成後來造神運動 成為了一個 蘇聯時代最大的神 現在這件事似乎也類似在香港發生 有些林子健你覺得他怎樣鬼也好 你想想他是這麼多年在民主黨創黨成員 也是一個讀神學很虔誠的信徒 我們首先會覺得這個人的品格 其實是有一定的保證 起碼他這麼多年都會有他的信仰 有他的理念 為什麼會突然間變成一個這麼朴朔迷離 又不知道是人還是鬼 全世界都向他懷疑 為什麼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下 會突然間變成這樣 而他變成這樣之後 誰是最大的得益者呢 好像是東西方歷史是一個呼應 真是好得益人 其實阿楊剛剛提到 我又可以說回我最近讀書的內容給大家聽 比如你說蘇聯 蘇聯史太林的造神運動 那時候的蘇聯 我們知道他和中共的關係 我們偉大的父親史太林 他叫做斯太林 他叫做斯太林 斯太林 但是看回 那時候的共產主義 聽清楚 是這麼得人心 曾經地球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是紅色的 是信奉共產主義的 現在的淡淡淡淡淡淡到剩下輪近 以及現在隨時被人借的北韓 都不是信共產主義 都掛個招牌 這兩個都不是 你說得對 都不是 但是那時候 中共作為蘇聯辦公國良好聽些叫做耕弟 就好聽些叫為 共產國際 為什麼我們稱它為土共 而不是叫它 你明白嗎 共產黨 與共產主義 以太跟好的角度去看 真的看很簡單 我正在讀整一個東西 很清楚 有一個地方叫卡吉斯康 是前蘇聯的版圖 他在蘇聯想了當之後 不同的NGO包括World Bank 就進去takeover 希望穩定他的當時政局 那時候由於列根剛剛上台 加上戴卓爾夫人說 我們對抗霸權 最好的方法就是拆中央政府的權力 那時候很有趣 蘇聯雖然是行共產主義 但他不會去到一個地方 他建立學校 建立醫院 包括Kajiskan這個地方 那裡的人是高度文明的 受高等教育 蘇聯一夜之間想當之後 他變成了真空 那時候的西方國家認為 我為了防範共產主義的復辟 我當然不要由上而下的權力集中 我就應該鼓勵你們地區參與 鼓勵你們有自己的公民社會 自主自發 我們這麼多年來 從雨傘運動開始到現在 公民社會公民意識 自主自發 我跟他們說 好 你們自己自由經濟 自由市場 自由的醫療體制 我們設置小醫院診所 藥房給你們 有些藥房 那些藥房運進去之後 你標籤10-20%就可以了 那你賺了10-20% 就可以永續經營 就是Revolving Drug Fund 但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仆直 為什麼仆直 我連飯都沒得吃 我買什麼藥 你明不明白 我連鞋 那裡很冷的 零下十幾二十度 我鞋都沒得穿 我冷得要腳腳的 我賣家裡要賣生畜 我都去換食物回來 我生病 要麼就捱過他 要麼就死了 你明白嗎 所以 你想一下 對於這些人來說 共產主義是很appealing的 要麼你照顧我們 還要是前蘇聯那種共產主義 是給藥你 給書你讀的 還有有糧票的 大家也知道 好了 但是 你看回鄰近地區 說就說什麼叫共產黨 但是你看回同一時期 他在做什麼 同一時期 他在中國 由毛澤東造神 將自己造神的時候 的確是有醫療的 所有人 九十七個百分之 都適合了 但是去到大躍進的時候 叫人不要耕田 走去要工業化 大煉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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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對事情 真是就倒楣 是沒有收成 沒有收成 沒有飯吃 餓死 不死 那些一生生 沒有錢買藥 然後一個臣做完了,第二個沒有興趣做臣,鄧小平 那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不理的了,就這樣不理 所以你看到就算是行共產主義也好,是很不同的approach 而居然鄰近地區的那種所謂的共產主義是最劣質的最劣質 它根本是沒有共產的意味在裡面的,它沒有跟你共享財富 沒有跟你共享資源,包括醫療,包括教育沒有,它跟你共享的是恐懼 共享不信任,共享就是被剝削,這個就是共享了 這個情況是去到近年更加厲害了,你之前跟我說過 你那個養一部份人先富起來,跟你寫的那篇供貨 去到近這十幾二十年是更加厲害了,你看到 基本上這個國家是被一大堆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集團去控制著 大家在互相割力 大家共同的利益就是維持這個,現在這個形勢大家都有得玩 但是大家為了權和利,就會鬥過你死我活 現在就是這個情況 香港也很不幸,我們感覺到有一個鄰近地區的不同的利益集團在香港角力 到底是哪一個利益集團在搞事呢? 我們看到某份報紙成功過成,突然猛砌這個利益集團在搞事 然後出來又好像不是,報紙又不知道是人還是鬼 一下子不知變了什麼 我也中了一招 但是到特首選舉出來之後,每個人都說好像被這份報紙騙了 我也是其中一個,我拍 你傳媒不信得,現在就算老牌民主派 本來有一班很堅實的粉絲 也都是可能真是一招清袋 唯一剩下的就是完全,剛剛也是你說的 完全不能夠互相信任 能夠信的也都幫不到你 結果能夠做的,想做些事的也都不敢做 好像最近,本來判了社會服務令的 那13個反東北的,我們叫做熱血的青年 真的熱血,他們有什麼利益? 無論成功與否,他們都沒有,東北保護得到 他們都沒有利益在裡面 他沒有在那裡創圈地 沒有在那裡圈地,沒有在那裡圈地 沒有在那裡圈地,沒有在那裡圈地 圈地那些可以做到三司 他們什麼都沒有,結果判社會服務令之後 這個政府現在是律政司上訴 然後一下子那13人最高的,全部坐牢 最高的判了13個月 是歷來最多社運人被判刑 而且是判得最重的一次 是一次香港社運的,不是只是社運 整個香港社會是一次災難 社運那些你認不認同他們的行為? 是一件事,起碼他們在這個反東北的 這個衛社會爭取公義的這個目標裡面 即使他們真的犯了法 真的以順法律條文來講是犯了法 那麼很多時候,英式的法官 他們是會考慮這一幫人犯法的動機 以及他們的利益的考慮 沒錯 例如,當年和里王最熟印度 甘地在爭取印度不立 爭取為印度人爭取權益的時候 在海邊造嫌 故意違反英國人設定的一些歧視印度人的法律 後來被法官判刑 有個法官判刑的時候說 他因為法律的員工,我一定要判你坐牢 但如果你不用坐牢,最開心的是我 法官也是人 他在法律面前 他是會有公義之心 在判刑的時候會考慮那個社會公然 但現在我感覺到以前香港的法官都還有 現在這件事的判例一起 等於是沒有了這件事 明天即是今天,我們過了凌晨 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三個人也會判刑 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 他們說重奪去公民廣場 那個奪字已經是暴力 明天會判刑 絕對是不樂觀 他們可能是計這13個人之後 可能要坐超過一年的牢 是很慘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社運之間 大家知道那種私怨仇恨是很厲害的 互相鬥力是很厲害的 但是這次幾大私怨、幾大仇口都好 他們都是非常非常之痛心 非常非常之為這十幾個 哪怕是社運界的敵人 感到非常非常之不值 非常非常之憤怒 有聽眾正在問現在是否正在運動 大家聽到是清楚的 你們有沒有給我一些反應 讓我知道你們正在聽 還是很專心地聽 很專心地聽 也要休息一下 然後打個字給我 讓我知道你們還在 因為都怕會不會信徒不好 聽聽一下斷了 繼續 所以明天可能是香港 這個爭取公義的運動 是另一個黑暗的日子 未來還會有多少這些事情發生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你真的要丟會這件事 就是 我不應該說是老一輩 我覺得是真的 就是去到一個民族層面 是中國人特別強的老性 就是在老人家 或者在一些不老的人家 的眼中認為他們這些所謂的造反 作反 搞事 他多數說搞事 這一種的觀點 是時候要和文明世界 主要是西方社會 接軌 就是一個人 他作反 或者搞事 他可以是因為被女兒飛了 接著在街上踢垃圾桶 燒垃圾桶 可以是這樣 這個犯法是單純 他自己 宣洩他的情緒 的犯法 而影響公眾不安 構成公眾財物的破壞 但是 現在我們講的 這一班的年輕人 他是為了他自己利益以外的東西 是為了他認為的公義 去奮鬥 而賠上自己的代價 我就覺得這件事 是不是應該跳出框架 不要說搞事 壞 犯法 就是 是不是要跳出這個角度去看 你看一件事 不只是看它有破壞 它有暴力 它裏面有過多的肢體碰撞 而是這件事 你不可以take it out of context 英文所說 你要看它其餘 它的動機 它做這件事 它背後的理念是甚麼 整件事套用 但是很可惜 香港 我們經常都說 得罪廣據 太多港珠 只要是阻礙它搵食 只要是多些肢體動作 吵少少 它都不喜歡 但是 這個吵 吵的是甚麼 你吵的是甚麼 你剛剛說的這件事 你說為何會有勞性 我自己也感覺到 這件事 是對權力的認同 是超 香港 尤其是老一輩 或者老一輩意識很濃的 那些比較年輕的那一代人 他們對權力的認同 以及服從 或者盲目順從 那個意識是強到 你難以想像 我們想想 那些老的一代 他們從哪裏走下來 他們為何要走下來 他們因為頂不住 上面的那個政府 但我又要問 這裡香港是邪惡的資本主要 還要是英國政府的那種 積極不干預 大惡食市民 喝市民的血 吃市民的肉 你這樣一個環境 你下來為甚麼 上邊 是不是 共產黨 照顧你 又幫你養老 又為你提供醫療教育 大惡飯一起吃 好好的 那為甚麼你用來半國投敵 為甚麼你那麼不愛國 是啦 英國人那麼邪惡 那你其實不需要說甚麼 一說 一說 他們只不過一口說髒話 罵 唯遠阿伯思維 最終就是去到這個地步 而這種唯遠阿伯思維 已經不只是阿伯阿伯那些 我身邊 有些四十歲都是這樣 不止是三十幾歲 只要他 他在社會上拿到一點點甜頭 上到位 他在我面前 或者在其他人面前 已經說這個政府怎樣好 中國怎樣好 當然他內心怎樣想 是另一回事 但總可能他根本很不認同 不過那一口是這麼說 把子女老婆子全部送去外國等等 已經是這樣 不過起碼他身處在香港的時候 身處在香港的時候 他的口是真的這樣說 而同時一看到有一些社運的年輕人 他們第一件事就說 這些搞事 被判或者被人打 他覺得是活該 而這些人不一定是年紀很大 不過他們的心境 就跟那些維園阿伯 是一樣的 思維模式和心境是一樣的 所以不禁要問 這個民族 是不是真的特別的低致 特別的低等 特別的不爭氣 你看到西方社會 這一堆藍絲也好 中國的高官 和互相選擇把他的家眷 子女以及財產 而送去的那些外國勢力 西方國家 那些地方是經歷過 無數次搞事的年輕人 的搞事 大規模到如法國大革命 英國那時候的制憲 走過去直接說 不行 逼著皇帝 你一定要確立這個憲制 如果不是我們 就把你抵上亂頭 整個歐洲都是大革命的 死亡很多人 為什麼人們通過這些事情 而才有今時今日 你覺得香港或者鄰近的政權 你不需要經歷這些事情 因為你有一個短縮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家眷 子女 錢財 直接擺去別人 享用別人的成果 而你這邊 不需要給你付出這個代價 這裏他都在享受一些成果 即是說 無論在中國大陸也好 在香港也好 這個只是一個 短時間之內刮一筆 然後在這艘船沉之前 我就安排了一個安全島 把家眷、財產移去 而在他生他、養他的香港 他盡量有這麼多血 有這麼多肉 吃盡這麼多 然後還要賣口歸 說我很愛國、愛港等等 而那些真真正正 是為香港流血 坐牢的這班 在他們眼中就變成是 搞事分子 因為真的阻止他們發達 你想想 如果他們反對掠奪土地的運動 是成功的話 誰受害最深 就是那些有土地利益的班 例如有團地的那些 我這裏很得罪說一句 你有本事的話 你就不只在香港賺到錢 你有本事的 你有錢 你可以在香港買樓 Being全球最貴的房地產價格的地方 你可以在世界各地 任何地方都買到樓 為什麼你要亂賺香港 因為只有香港才可以讓他們自由掠奪 你去歐洲 你可不可以讓他們自由掠奪呢 既然你這麼亂賺香港 為你提供掠奪資源的土壤 你是不是應該要保護這塊土壤呢 對不起 這隻船就快沉 沉之前 你不是去補個洞 而是你盡快把這隻船上的黃金 運上屬於自己的舊山艇 送上一個安全島的樹 這才是現在這班香港最不合理的 既得利益者所爭取的東西 我再說一件事 譬如我現在讀的東西 我現在讀醫科有關的東西 在香港是沒有承認資格的 即是我不能夠在香港執業 但我可以用另一個模式 即是健康顧問 但明明我這個資格 我在美國 我可以大條道理地執業 但是 having said that 你應該馬上去美國 不是不想的 但是 我也知道一件事 心水很清 就是你要想到一件事 美國交的稅 是4-50% 最重要是環球稅 即你在船隻在哪裡 不管你 你賺錢也要交給美國 如果你美國值的話 美國已經是西方國家之中 西方發達國家之中 自由民主國家之中 最不財富 最不平等的那個 你如果是不勾 那些更厲害 如果是這樣 你香港交了16-17% 美國交了4-50% 你何必要去那裡 你自己想想 你就不要去 西方國家只是讓他們 過到一個舒適的生活 他們的財富可以令他們過一個舒適的生活 但是他們不能夠在西方國家 享受在香港得不到所享受的特權 他可以利用他們在香港的財富 掠奪更加多的財富 他在歐洲得不得呢 他除了有財富之外 他還可以在香港 以打著愛國愛港為名 可以在政治利益上分一杯羹 在美國 在澳洲 在歐洲 可以不可以呢 人的貪念 是可以去到貪得無厭的地方 佛家 女王研究開了 貪真癡 貪是行先 貪到最後會令你癡迷 十課聖經都有其中一樣 就是不可以貪心 是吧 東西方最高的精神哲學 宗教都是說一樣 貪 是吧 但是你香港現在我們看回 貪得太盡了 一切都是 不是說你收黑錢的貪那麼簡單 你看一下 那個既得利益的集團 非 直接不合理到連 在手指那裡 都不肯 那些利益是不合理的 你掠奪那麼多 你利用土地 去掠奪那麼多的利益 都還未夠 是吧 東北那些 非原居民的村落 拆完一個又一個 搞到人家拆穿 瓦解社區 瓦解族群 然後還不夠 要掠奪交野公園 不夠 你喝水那樣東西 都要你掠奪 而香港的 越來越多的 我們所謂 香港人 不要說豬 也覺得 起樓就好 有發展 你知不知道 我們經常都說 這個節目經常說 發展之後 這個發展模式之後 得益的是誰 受害的是誰 受害的是誰 你支持的發展到頭來 你是受害的 如果下一集 星期三 《決戰中環》 我又交了功課 我又能夠坐在那裡的話 大家不嫌悶 我就想說一說這件事 就是發展的代價 我專門在做中國的岩政村 中國的岩政村是什麼副產品 就是發展的副產品 是過去三十年迅速冒起的一個中國特色 代價是誰去承受 利益是誰去拿到 我慢慢和你們說 到底中國有多少的省市 數目有多少是有岩政村的 那裏面的人的情況是怎樣 我慢慢和你們說 讓你們慢慢去享受 這個發展的帶來的種種的利益 好 希望呂王真的說一說 我真的會說 我一定會說 這件事都影響香港 我未必下一集 如果我不在這裏 再下一集都可以 反正我現在專門在這個項目 每個星期交功課都要說這件事 我就拿出來和大家說 分享 一定要 你們這麼喜歡 例如高起高鐵 三跑 港珠澳大橋 有這麼多 發展是硬到尾 我們就看看鄰近地區 即是我們現在的大佬 他發展帶來了什麼 而這些岩政村 不要錯 你不要以為值得安徽 那些湖南湖北也有 廣東也有很多 廣東在我們的珠江 即是我們現在喝的東江水 周邊都有 如果這些有癌 Cancer Causing Substance 的水 來香港東江水 我看看到時候 你們還會不會跟我說 發展是應該 發展是好 好 拜拜 再見